光是这个火锅呢也有消费上的金字塔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一锅一万块钱也有 但是平价的呢 这个小火锅一锅一百也吃得到 不过随着这个万物起涨呢 现在百元火锅快要变成了历史名词 有八十年次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说 从来没有听过百元小火锅 滚熟的鲜膏汤 把肉片虾子青菜圈煮成一锅美味 这就是小口大袜的百元小火锅 但什么都长的年代 百元块变成传说 一百多块的火锅比较多 百元的那种很少看到了 以前大来都有一百多了 就跟餐料差不多 八十二年次的大学生 竟然说从未听过不到百元的小火锅 因为物价真的回不去了 小火锅一律涨十元 不止因为十月变价涨 这家连锁臭臭锅 位在五番普的转角店面 也面临房价带斗房租要大幅调涨 最便宜的锅变成一百亿 但总店反而不敢涨 就怕消费者不接受 老板无奈说 涨价也要分地段 老板解释 北部高价或热闹地区 就能涨到一百一 但桃园台中人为是一百元 谈谈高雄分店连九十元的都还有 全程二十三家分店 也各有各的生存模式 总店老板甚至硬均 火锅里的高丽菜丸子 和其他食材不减反增 高丽菜多增加了一两 然后增加蛤蜊 猪血糕 香菇丸这样子 看能不能增加一些回克率 量变多 消费者真的看得到 回克率多三成 只是变瓦斯天然气持续变贵 结果利润还是掉一成五 如果再没起色 涨价是在必行 曾经在台湾打出便宜火锅市场 另一家抽抽锅 却一路从民国八十七年的 创始价八十元 变九十再变一百 去年也有分店自行涨到一百亿 都是不堪负荷者 评价名号 原本是看好小火锅市场 连锁集团特别推出评价火锅 但没想到前三年 全都不赚钱 曾经一年亏损到达百分之三十 一度考虑涨价二十元 但为了坚持评价 业者脑筋转关 花一年时间斩电十五间 靠着规模财 终于转亏为盈 但在整个集团里 只算得上是盈头小利 可是物价市率越涨越高 光耗破裂压力成本 实在不容易 评价还能撑多久 未来一百一十元的小火锅 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历史名词 专闻新闻 在天讯陆仪 台北厂报道